11月就是亚洲时刻 我觉得12月开始就是欧洲时刻 因为刚才我们所说的 虽然法国总统马克龙是去美国 但主体上都是说欧洲的东西 而中欧之间有一个新的突破 中国和欧盟之间在关系上真的有少少的改善 因为过去欧盟都顶着特别是欧洲议会 甚至欧洲各别的国家对中国都不多客气 这次访问就是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米歇尔 欧盟本身的架构很复杂 我们经常看见对华批判得最厉害的欧洲议会 但这个实质有权力的 这个就是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访华 也是这个计算德国总理肖尔茨 或者索尔茨访华之后 当然索尔茨那次访问是讲中德关系 但也有一个缺口 就是说早前因为美国的主导 再加上俄欧战争 欧洲国家对中国也有很多忌惮 但从这个德国总理打开缺口 你跟着米歇尔访华 你发觉那个代表性大很多 习近平可以说是昨天的行程是相当之紧臭 除了迎接从上海运回到北京的江泽民的围体之外 他另一个极之重要的日程就是会见米歇尔 都相当之高规格和即时的 而且一开场 双方的气氛是很融合的 而且似乎大家是摆出一个极之友善 以及期待有成果的开场白 中方说期待欧盟成为中国走向中国色现代化道路的重要伙伴 而且共享 这个真是厉害了 共享中国超大的市场机遇 超大 这个真的很重要 但是米歇尔都是有备而来 他都是摆出一个相当友善的态度 他都是公开这么说 他说欧方是愿意和中国继续推进欧中投资的协定的进程 增强供应链稳定互顺 这很重要 就是现在全世界最关心的供应链 美国对华中的压制其中一个最杀着 就是供应链断你几样东西 但是这次米歇尔的访华 特别强调增强供应链的稳定互顺 是深化欧中国领域的互利合作 正如中国和其他国家或者其他的组织 比如东盟 以前的立陶宛 其他很多国家 一跟你说建立关系或者破坏关系的时候 一定搬出一些数字出来 一定是说一些贸易数字 今天环球时报社评也说 中国和欧盟的双边贸易额 在今年头十个月 你知道今年头十个月疫情 俄乌战争对整个世界的影响 永远经济是差一点的 但在这头十个月 7千多亿美元 这个贸易额 而且是比同期增长了6%多 而且你想想 只是欧盟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 是猛增了123.7% 在这么恶劣的环境 我给了这么多生意你做 你明白中国刚才所说的超大市场 我不是胸口说白话 美国也有一个很强的自给自足能力 但欧洲国家 也很需要在经济外贸方面 有一个扎瘡石稳定下来 经过三年的疫情 现在只是慢慢走向伏偿 但世界很多改变 再加上俄乌战争对欧洲直接的影响 所以欧洲国家 现在很多都一红二白 所以你不能 不跟中国做生意 中国都看准了美西方 美国不断拉拢欧洲盟友 来压制中国发展 它就突破了缺口 我留意到供应链的问题 中国是否对担心 就是供应链 供应链就怕你断过米楼 其实俄罗斯 大家都听过我们讲的国际焦点 向印度下了500种货品的订单 你就知道 至于汽车那些零部件 都没有的 你就知道供应链的紧张性 所以《环球时报》的结论 提到米西方 好像一大胜利 也都不封转 马克龙现在正在美国 基本上都努力去弥补一下中欧的关系 也都检讨一下欧洲和美国的关系 大家留意一下 中国任何的评论是离不开另外一个重心 重心就是不要经常跟美国的调子走 所谓多变 不要只是认美国做大佬 但是中国提出另一个角度 叫找联合国 多番都是提到以联合国做核心 不用找美国 但是现在中国在联合国的盟友比较多 所以政治毕竟的现实 特别是经济的利益来说 这是任何国家生存之道 所以这个趋势我相信都越来越明显 好 转来看看台湾的经济日报的社评 提出两个挺特别的名词 从中国加一到台湾加一 就不是卖单加10%的service charge 而是中国加一是一个很特别的经济战略 对了 台湾的经济日报社评 我和老重一向都用一个比较欣赏的态度 学习的态度 因为令我们的见识真的长了很多 中国加一和台湾加一 他有一件事都害怕 类似我们这些行外人 未必那么熟悉所谓经济问题 他解释什么叫中国加一 中国加一就是因为 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 台湾在中国大陆大量开设工厂 代工厂的生产商是很多 但是由于很多欧洲的品牌商要求 除了中国大陆生产之外 你要在其他国家建立另一条生产线 因为怕将来制裁中间的元素不强 于是这个除了中国大陆有厂之外 在其他地方你也要有多一条生产基地 这个就为之中国加一 好了 为什么中国加一 而不是整个离开了中国大陆呢 没办法 因为多年来台湾在中国大陆的投资 已经是很多了 累积到很多了 即是一间厂需要基础建设 已经扔了这么多钱下去了 如果我整个搬离了 你要在另一个地方重新打过一个新的厂房 哇 这个损失是相当之巨大 没错 内地给台商的优惠是相当风格 比港商更加优惠 而内地特别像富士康那样 红海集团请几万个工人帮你去做 几十万工人去加工 这些不是很多国家地区 能够提供这么大量的熟练工人 来帮你做事 所以儘管在大陆撤厂 都有一定程度的政治风险 包括现在加点战争风险 但叫台商撤走都难 但加一可能是想到 我除了在大陆撤厂之外 我多个铺筍 多个安全带 在其他地方就同样撤厂 不会将所有鸡蛋 其实八成鸡蛋都在大陆 那两只鸡蛋是否可以放在其他呢 这个不是空口讲白话的 台湾经济报引述台湾的总工会 所调查 八成七的大陆台商 现阶段是没有想过要离开中国 不过由于中美对抗 和解放军攻台的可能性 欧美的创新有要求 不如这样吧 台商除了回到台湾 你回到台湾 万一解放军攻打台湾 那怎么办 台湾加一了 台商想想 除了在大陆之外 如何在其他国家地区 可以拿开一间多一间的厂房 令到生产不要中断 于是经济报就着过计了 哪些地方其实被人霸了 你没得去 哪些地方有机会 厉害啊 譬如说回到台湾 不要开玩笑 回到台湾虽然台商有减税的优惠 但是那些人回到台湾投资的时候 对于大型企业突然间 回到投资 你又没有电 又没有工人 又没有人才 这要致命我 不如将那些钱去搞什么呢 投入去股市 房地产市 于是 糟了 这些是不务正业 你郭台铭这么厉害 你都不可以在台湾 找到二三十万个工人 帮你去做这个加工了 很多人说 越南 越南优势好 他一语都说了越南的问题在哪里 对不起 越南优势是好 越南是有人才的 但人才似乎不是太多 被人拿去 哪些人拿去 原来日本在越南的投资 是越南的第一个大投资国 是日本 其次都南韩 大陆是第三 台湾对不起 台湾对不起 台湾第四 你怎样跟人争人才 你出高价 那你的成本就高 越南不可能是他们的首选 因为成本太高 那印度 印度现在 工厂是很发达 印度人口又这么多 不过这样 印度虽然有这么庞大 市场人又这么多 但是他们想的方式 和台湾人想的方式 差距太大了 这句话说得客气 印度最顶尖的IT人才 是有 但是数量不多 台湾所要求是大量熟练的劳工 印度这方面 似乎从速度和品质都是问题 又想起泰国 香港好看重泰国市场 泰国的市场又怎样呢 对不起 泰国也是比日本和韩国 大家注意 很多汽车 还有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水浸 汉本田的汽车都在泰国 还有电子产品都是在泰国做的 日本和韩国都已经占据了 泰国的市场这么大 台湾你现在去 喂 遲些了 倒数行头 惨过败家 所以这个东南的国家 好的都被人霸了 所以经济报时日不是 我们去远一点 数几个国家出来 澳洲又如何 澳洲OK 为什么OK 因为有几百万华人在澳洲 还有原料是很丰富的 经济报说 澳洲不常不是一个绝佳的选择 还有远一点 去爱尔兰 爱尔兰是欧盟国家 还有欢迎外国移民 又找到很多优秀的人才 是外国进入欧洲市场的最佳跳板 还有爱尔兰的税务的优惠 其实是很适合投资 所以香港人和爱尔兰似乎都陌生一些 我们知道何思培是爱尔兰的 是贫血 贫血关系 我想到欧洲 捷克 捷克很特别 捷克有一个相当好的工业基础 在苏年之外 现在也是 因为我去过捷克几次 它仍然有很多大型的重工业在 台湾经济部都说这个都不错的 美国 美国科技发达 市场都很大 但对不起 竞争很激烈 而且工资很贵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神 你这个州的州长答应了 怎知道你选输了 那个因为政策又会没了 喂 鸿海 都是这样角视了他们的投资计划 去到鸿海 等等 台积电那些大企 也都有一个政治因素 他们是比较容易去不同地方落户 但是一般的台商 政府帮你很少了 这篇社评 都给我们香港人都知道 不要在乱说 这里发展 去哪里去哪里 麻烦你做一下地方的研究 才可以 台湾经济日报 我真的做很多研究的功夫 这一百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大家 足本重温声音下载服务 年费一千元 成绩订购支持